我热门快根植物推荐11 枯木羊葵 雨夜羊葵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我小心很高兴大家来了我节目 从今天起继续我的快根热门推荐系列2 从今天起将推荐10种东形种快根植物 因为马上就是秋冬季了 那么是东形种多肉开始生长的季节 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小伙伴就是枯木羊葵 它又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雨夜羊葵 沙漠羊葵 也叫做香叶天足葵 它是快根类羊葵属东形种的多肉植物 原产于南非属于快镜类多肉品种 但它还能赏花和观叶 其叶片呈羽状 类似胡萝卜的那个鹰子一样 所以它又被人称为雨夜羊葵 它的叶片带有细小的绒毛 夏季叶片刚枯后进入休眠状态 天气转凉后自动醒来 养的时间较长之后呢 会形成巨大的快镜 其表皮如枯树皮一般具有沧桑感 所以它被称为枯木羊葵 那枯木羊葵也就是雨夜羊葵呢 又分为A属和T属 雨夜羊葵指 就是A属的这种雨夜羊葵 它的页面相对于茂密 快镜比较小一些 是比较具有观赏性的这样的一个品种 所以大家把A属称为雨夜羊葵 而后者呢就是T属 就是视频里放的这些 这个快根植物啊 它们都属于T属的 被叫做枯木羊葵 它们带有硕大的快镜 主要是赏这个快根造型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它们 它们同时叶片比较稀疏一些 主要看的就是沧桑的这种树干 就观赏性来说 T属的雨夜羊葵明显要强过A属 而不管是A属的雨夜羊葵 还是T属的雨夜羊葵 它们都会在每年的三到四月左右进行开花 其花色非常的多样 比如说有白色呀 淡黄色呀 淡粉色呀等等 同时还带有一股非常好闻的香甜味 如果你手里面已经看惯了下型种的这种快根植物 那不妨此时来买这个东型种快根植物 去选择枯木羊葵 还挺不错的 冬天能够关夜 等三四月开花还特别香 当然气候环境和养护环境的不同 它的这个开花时间可能会有些许的差异 大家要以实际为准 像这种雨夜羊葵呢 作为快镜类的多肉植物 生长速度缓慢 每年也就长那么几尼米 所以很多肉友开玩笑说 A属的雨夜羊葵养个三五十年 同样会长出T属的一样的快镜 虽然这有些夸张的成分在里面了 但也侧面说明了 雨夜羊葵生长速度确实很慢 大家要入手的话 最好还是选择T属的雨夜羊葵 直接看快镜就好了 像雨夜羊葵最好的选择容器 是粗桃或者是紫砂这样的花盆 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深度 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盆 可以用这种种植玉露 十二卷 用的这种万象棚 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像雨夜羊葵配土 同样以柯腻为主 这个配方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 什么麦饭食火山食 吃玉土 泥炭土 按照一比三或者五比一 就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就重说一遍是 一比三比五比一 这样的一个比例 当然自己主要也是 可以买那种三规土 还是比较省心的 直接放就OK了 同时也可以将赤玉换成 硅藻土 这样比例就要调整为 这个麦饭食二层 火山食三层 硅藻土三层 泥炭两层 小苗泥炭土 最少是三层 否则会影响它的生长 雨夜羊葵 鹿羊 半鹿羊都可以 阳光充足环境下 它的叶形更加好看 而夏季 叶片枯萎 并且进入休眠状态 而留下了就是 非常有感觉的 这样的一个枯树干了 就这时候你一定要把它转移到 阴凉通风的地方 养护 否则会被直接塞死 另外呢 雨夜羊葵的快径 可以储存很多水 所以非常耐旱 平时一定要保持 干透焦透的这样的频率 否则就很容易造成 烂根烂黑腹 夏季休眠之后 直接断水 春秋两季 温度适合的情况下 它是可以淋雨的 只要不长时间淋雨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快根植物 还是相当推荐大家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最后来一个 小星推荐指数 四颗星 他的观点 观点就是 底部长有硕大的快径 非常具有硬死风 同时叶片和花朵也很漂亮 那我们下期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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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